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古壇MarsMars 今天的嘉賓有Jason 歡迎你 Jason 你好 琴姐 升了4天 升了超過1000點後 近兩天只有在26000點上 上上下下 今天好像沒有甚麼方向 今天地球好像開始悶了 但你看到他收市時頂到近高位收市 擺明是想托著市 26000這些位置是暫時不會失手的 暫時的確是暫時不失手的 但當然你說近來社會氣氛開始緩和一點 但最重要是看著中美貿易 中美貿易其實不是有好轉 只是沒有再惡化 應該沒有再有新消息來 所以市就去到26000 其實低位都達到1400點附近 上完近高位1500點 完成了整個反彈狼 如果你說現時 當然今個禮拜大家就看著業績 因為每天都鋪天蓋地 業績一直推出 但近來就變成之前 大家不是很敢持有的股份 反而有比較強的賣判推動 像之前的若葉股 教育股 當然有不同消息來推出 但很多的業績股 好實說真的健康就即死的 一路數來 今天由頭四到六腳 其實小米、煤氣 之前就算有騰訊 就算有992那些 全部都在洗下去 變成這段期間大家的意欲 變成炒掉提材性股份 如果有內地消息就先移動 但市的氣氛都可以短期維持住 2600這位置在這裏整顧一下 我自己看見 26005其實比較多的紅症 如果比較好的 市市26005至26008這個區間 我覺得都還有機會 因為始終中美貿易 剛才說是沒有壞消息 大家當好消息 但最重要是環球央行一起放水 到底中美貿易的摩擦 火花可否給水淋色呢 其實現時正正是因為這種情況 我覺得還可以 先弄股一段時間的 2600至26500這個位置浮動住 那不要玩了事 不如玩些股份 剛才你也說過業績好多 今天剛才你也有提過 小米 煤氣 吉里汽車 內房都有好幾隻 是公佈了業績的 先問了煤氣 煤氣的話 它業績似乎大行都不是看得很好 變成今天就跌了下來 不過因為煤氣在大家心目中是一個 避險的個股 反而我想很多人是想問 我跌了會不會是一個走進去買的好時機 是的 何時買 我覺得可以這樣想的 其實我們本來說的 基本上兩隻核心的公共股 一隻電一隻煤 近來都洗垃垃垃令 但我覺得這隻煤 當然你看大數就倒退十幾% 但如果看核心方面的盈利 就倒退5.5% 不是太悲觀的 只是 既然市場開始找些東西沽下 或者高位沒有什麼新的好消息來承貼的話 其實有一點回吐 在所難免 但始終它暫時 在我心目中都是一個很吸引的10送1 暫時維持得到的話 都對股價一定有幫助 如果你說 你轉再6 你給它殺多一點 落到250天 我想你說接近15.6 我想就很多人都會飛進去 年價了 看起來還有大約6毫子左右 你始終業績出來之後 之前都提了 如果你說當炒股份炒三天 跌的股份 你三天就可以消化得到 所以我覺得 你今天星期三 我想接近星期五附近 位置開始會整股 如果你說想買 後面接近15.6的位置 我覺得就未必會這麼快撒下去 所以我想15.6到16的位置 可以考慮 至少開始吸引 其實業績也很難解讀 如果你只拿著業績的大數 去看股價升跌 似乎不太準 因為你看吉利 吉利明明是賺少四成左右 中期盈利還要削銷售目標 削一成 但你見他今天股價都能定住 沒有急跌 守住在11元的水平 相比小米 小米的話 其實追著業績 第二季的表現 似乎大行都收貨 目標價仍然繼續在10元樓上 今天反而跌了大概半成左右 為何會這麼分裂 向左走向右走 其實吉利先 吉利之前出了刑警 預計中期方面倒退四成 剛剛好 整個預期方面 刑警和現在出來的業績 基本上是大家問合 沒有再嚇一嚇大家 而降低全年的消售目標 大家都預料了 因為現時你降低 即首季的刑徵是倒退四成 你現在的全年目標只是下降10% 都已經算是比較溫柔了 我想因為這個原素 而且它本身已經在低位 你見過價格 本身你在4月的時候 炒到17元樓上 18元附近都已經碰過 17元多18元 現時你打回來11元多 其實壞消息 現階段可以叫出盡了 所以你說沒甚麼再壞的東西 大家在等著 因為其實車股好實說 大家都在等著 就算你說內地扣車 之前也提及過 大家在等著何時有扣車優惠 我想就你說下半年 很多的政策算是弱的 一直以依改 稅又開始減了 息口亦都下調 何時輪到一些汽車優惠 我想大家在等著 所以我想就劈下去 我想劈的幅度或空間 其實吉利利商道就有限了 所以今天出完那下 其實上過11元多 我記得上一個二元多 那下令大家都懷 為甚麼都還可以升 就是這個原因 但當然 我覺得你說暫時中線 你說已經是上了車 繼續坐著 因為至於如果有政策來 上次都敢炒到11元多 如果真的有政策 上回去 好少少12、13元 我覺得也有 我覺得可以繼續坐著 而小米當然你說 業績大數 而且問題我真的不算太大 但今早其實高開後 反而還在打下去 但當然很多大行的報告 我覺得都有一定干預 但既然是這樣 我想就是維持 如果你說今天 一個大陰燭殺下來 因為其實在這兩天 大家高漲了 炒了上去之後 再出個業績 大家好像當沒甚麼驚喜 一打一打下去 打回最近的低位 我覺得接下來 會維持接近9元到8.5元 這位置整股 我想要等一些銷量 再有沒有新的突破 才可以再炒上去 我覺得不算太差 Ming就說等8元才進 等8元其實有沒有可能性 其實都不排除 因為其實出過大數 出來又不是太差 大家最害怕就知道 一直都消除不到大家 因為管理層或金售期沽貨 我想今次出完業績 會不會又有沽貨行動呢 現在要消炒三多天 看看行動會不會又有這種狀況出現 如果沒有的話 之後大家又沒有悲觀 又可以好一點 內房股都出了很多業績 你見今天都是靠內房股託住 Simon我挺驚訝 因為他買了很多內房 他買的就是1918 1918 35元買 2007 9.9元買 然後還有2202 27.7元 有少少草 還有買這麼多內房的三隻 還有一隻2777 2777 13.24元 都很貼現價的 幾隻都有少許水位 其實碧桂園本人只剩下前行市 30天我亦曾經炒賣過 我都覺得OK 少住一點 為甚麼就是炒住內房 當然他又不是上海 只是上海那批內房 其實三天前就高漲得很厲害 我都沒有圓搞 其實在搞周邊 看看大灣區的內房可否炒得起 當然你說內房 銷售出來 其實大家都不是太差 1.100元還算是挺帥 我都覺得你可以出了數據 其實都不妨可能坐多一陣 都還可以 如果你說在內房 當然現時 內地方面就好像剛剛說 要減息 曲線減息的情況 但內地也說明了 就是對內地的內房貸款 就不會進行減息 所以其實內房 就未有售 這個消息 大家購置 購房的意欲就不會增加 但是他們的企業方面的貸款 那個利息 有機會因此降低 所以大家都算是好處 所以內房 這刻來說我覺得都可以考慮 當然你說 拿了四隻 你抽多一點 就逐隻脫身 我覺得內房可以在市 比較淡靜的情況下 可能還有一定的支援反力空間 是 今天還有一些藥股 藥股我不明白了 所以總理有去到看藥廠 說到前途無限 但同一時間 你看到內地都發佈了新的藥品名錄 是將大概百多隻藥 再放進去 即是說那百多隻藥 放進去藥品的名冊 是有機會減價的 但為何這些藥股不斷升 你看1093五日升了兩成半 然後171四日都升了一成半 已經去到一年高位 雖然整個文件都是中文 但要消化真是挺難的 就算看完 看幾次都未必消化得到 但當然就概括這樣說 名單現在有百多隻 抽起了 又放回百多隻 為何就是將一些舊 因為之前沒有更新的 就先剔除了 將一些新藥 或者一些抗癌藥 或者高端的藥 放回去 但現時亦都在說 這些藥 接下來大家會開會去談 定價如何 變成大量採購 現時大家憧憬著 沒有那麼大的殺傷力 因為之前降價降得很厲害 現在就有管局 內地醫藥部門 跟一些藥企開會談 其實大家憧憬著減價幅度 沒有預期中那麼大的幅度 所以今天藥股會有炒高 但我自己覺得今天是第二天 因為昨天國藥 1093 出現業績 前天出業績 就沒有特別大反應 昨天大炒上去 250天線 今天再來多 其實香眼中已經炒了兩日半 所以這些位置 我覺得藥股差不多要休息一下 就算消息層面 因為解讀的情況 有些解讀是比較樂觀 有些比較悲觀 好實說 全部都是中文字 大家自己消化 消化能力 因為可能看著你半杯水的情況 到底半杯水好還是壞呢 所以令到現時 我想就慢慢解讀 炒了上來 反而大家的解心會重了 所以既然走過一大轉上來 這些位置我寧願先等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調整才再想 而且藥股會否因為中期業績交出來 又不是很差 那些純利的數據 所以大家的市場氣氛才會覺得 其實去年已經開始說過 是的 大量採購 是的 大量採購 會否反映了原來不是那麼大影響 所以今次也不是很大反應 沽一些藥股 直接是這樣 因為1093三日前出了業績 兩日前出了業績 其實你都盈利增長了兩成多 你之前的大量採購 好像不是太大負面的效益 你仍然是增長著的 但那天1093沒有怎麼動 維持13個嶺 維持波幅 但你經過大家消化後 發現原來影響比較大 可能是抗生數 其他高端藥 真的可以維持高增長 所以第二天就開始再發力 但我接下來陸續 很多幾間都陸續在20多號出業績 接下來看看可不可以做出發 但剛才說了 連續大炒了兩天的話 我想第三天 明天開始有機會有回吐或休息一下的機會 你看看我們節目有多少人看 連日本的朋友都在看 我不懂得讀他的人份名字 但他就用中文問我們 手機孖寶怎樣看 手機孖寶也挺有趣的 你看到2382 8天之內升了29 8天之內升了29 但如果你看看2018的圖 怎麽辦 還是繼續浮沉 2382是否要休息 2018是否可以追回落後 2382人出了業績就OK 當時時差85元 踢到上95元 然後華為特朗普又退後90天 又差不多95元踢到105 上次高位是107至108 我覺得位置差不多 為何好像2382這兩天 都去到106、105這個位置 好像沒什麽再力再踢上去 因為大家怕特朗普再反口 如果反口又打下去 所以這些位置 我自己賣不下手 亦都很難建議大家再追下去 因為你都夠膽 它那時一跌 你是95、85、75這樣穿下去的話 這些位置我就不太願意追 如果你說很高持下的 那你就可能你繼續持下 看看能否接受到 但如果你說低位持下了 你有沒有機會吃到壺呢 這些位置我覺得可以先吃壺 因為你一反口 隨時又沒有10元下去 我就不要接受 但回到2018 當然低位就黏住了 近期在低位有少許掙扎 但你看看歷史高位180元 你現時便宜了140多元下來 其實是很便宜 但當然你知道 大家知道什麽問題就是 蘋果或者內地方面的一個供貨 最主要的客戶是蘋果 那你現時我覺得 你這些低位 我覺得可以考慮少住 薄薄 因為始終你說 蘋果之前都時常給壓力 當那麼好 你這些關稅你再延遲 或者是放生我的供應商 所以我覺得2018這些位置可以考慮少住 但真的不用那麽急說重住住 但維持了 如果你說其實止蝕位很容易提議 因為上次52周低位接近35元 現在38多元 你當你10%止蝕 我覺得可以 這位置我都可以少住 即2018是真的追落後的 真的追落後的 你既望業績 其實我們看回 他十天二十天線 十二十天線都好像頂到行 其實現在開始慢慢收復 因為已經是黏住了一段時間 所以平均線開始匯聚在這些位置 但你說 想回就是他年多前 就被公布告追擊過 所以其實現在是 這段期間一個弱勢 是一個叫後續衝擊波 所以你預期這些時間 其實已經淡化 其實現在來說 是給市場方面淡化的機會 其實已經整個2019年 他都黏住在這些位置 四十多元而已 一直潛 真的潛了下去 那有沒有機會回生呢 你說上一百八十多元 當然不會期望這些情況 但你說上四十多元 可能你慢慢一條 即是逐條平均線要挑戰的話 都有少少這樣的憧憬 我想你轉38個 你望可能知道 挑戰大概四十二元 你可能接近一條 近一百天線的位置 就走了 四十二元 阿明還說四十五元 能不能回到隻 即是不能回到 要給我好消息 因為接下來有沒有數據 或者業績幫忙呢 這些很重要 因為往往你都不會預算大好 但大行預期就很神奇 因為你只要好得過大行預期 你就會勝出 所以你差就差了 可不可以好得過大行預期呢 我覺得要等待一下 是 還有業績股是未出的 但大家都在等著它 就是1299 因為它在業績前 真的沽得很慘 不過你看它近幾天 都有起息 只不過是被一條二十天線壓住了 暫時 我見朋友有七十七個半有貨 RaiRai Anson就八十元有貨 都是想問業績後補助我 今次會否業績後可以上回呢 拿正股我覺得OK的 就算你說業績抖下去 其實你看到有幫長時間 你拿著也不用輸的 但我自己這一刻 你說沒有貨 可不可以業績前博呢 近期真是今期流行 就是見光線 我都真的不太願意博了 就算你說 最重要是它近期 你落過接近72元 你抽上來 你都抽有接近5-6% 你業績萬一稍微有差池 又打到下面低位 我覺得內交 補貨我就寧願等它出業績 才來部署 因為近期很多股份出業績 就算是騰訊出完 打下去打了20元 所以我覺得寧願等待 如果你說高位拿了 77.5元這位置拿了 你當它現在這些位置買了 那你博過業績 那你繼續等 因為始終你說 就算捱過這個業績 萬一出業績之後打下去 有幫我 我覺得還有能力是上回 因為這麼多季 或者這麼多年 出些季業績 其實就真的沒有令大家失望 很重要 是 但回上來 700能否達到呢 700近期都是被340元押住 330至340這些位置上落 是否都要等市場有些突破 好像我剛才見到有個朋友問 可否上到26800Candy問 要到26800 突破了27000個騰訊 才有機會可以打穿 升穿那340座 是的 保安正因為持平時 亦是時有同事 但當然你說 它為何近來都還黏一點 因為始終出了業績 大家挑出一些不開心的東西 有些叫負面的情況 好像你的廣告 大家就比較預期中差 大家都有些預料了 但在金融科技的收益 其實增長速度比較快 但當然你說 騰訊亦都說了 這個大家都是先參考 接下來可能都是長時間的部署 但其實手機遊戲又不是那麼差 因為其實它說明和平精英 其實第二季的收入是有遞延的 所以第三季比較好一點 我想騰訊這段期間 你說沒有甚麼新特別的東西 就是你維持在這裏掙扎 市真的要反彈 之前就靠了941 突然狂飆上來 但騰訊當然我覺得 都可以幫到手 但維持了騰訊 那個叫高速增長的時代 已經過了 因為你現在都是10%多增長 因為始終基數這麼大 你沒理由還有50%增長 很誇張的 所以維持一個比較平穩的增速 所以那個幅度 你說炒340我覺得不是太高難度 只要市場好像剛才那位朋友 市場上26800 我想345附近已經是可以去到 你說345 都是說12元13元而已 不是太難度高 所以我覺得可以等待一下 如果你說拿著騰訊 這段期間好實說真的悶一點 維持炒波幅 然後兩隻股又是二選一 763和788 763今天升到6% 但788又是被平均線壓住 暫時就好像未突破到10天線 剛剛在10天線上 是30天內曾經產買過 763也是的 其實兩隻都會輪流去追逐 但見到788近期是弱一點的 為什麽是因為 早幾天上星期 7、6月都有說 接下來就會想跟其他電訊商 好像941 會不會有共享資源的計劃 大家立即想 接下來的機站會不會有影響 但我覺得影響度不大 因為本身788是他們三間突破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影響不到788 因為機站本身正在共享 所以我覺得788是這個消息有少許影響 但如果你說 我認為788近過8這位置可以反彈 7、6、3我覺得是比較難炒 因為始終華為每日報紙都出現 沒錯 特朗普亦都時尚提著掛著口邊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7、6、3這些位置 我覺得尷尬比較難炒 尤其是相次一跌 都可以跌十幾%下去 所以我覺得20元樓上 我覺得不是很直拼 大概19元左右 我覺得可以考慮少許 去駁一些技術性反彈 然後艇後要問 艇後要問是一個話名的東西 艇後就是Venus 然後他跟我們其中一個網友Ming 都一起拿著1337 他說去到退休都上不回IPO價 你未退休的 所以就算退休就到時再想 到時這個股票還存不存在 看看大家到時 看看我們沒有新的東西 但當然雷蛇就有少許卡住了 因為之前他都有出手機 但轉頭好像又搞不定 亦都是做一些電競 或者一些叫Mouse 或者一些Keypad 但那個好實說 那個盈利增… 或者那個叫業務擴展性 相對而言不及其他那麼大 所以令到他的價格還尋在這位置 沒辦法了 你既然未退休就唯有拿一會兒 他還拿著1398 6元有貨 你只回答他 溝還是不溝就可以了 6元有貨 那30元內應該是昨天才炒 這樣就 溝不溝溝 我覺得可以少住溝 但你要預料到 你還未開始那麼快炒 因為剛剛我們才說要減息 所以內銀出來 這個消息一出來之後 內銀再打多東西 但你看到一隻1398 你這兩天都是… 即今日仍是見過4.9元附近 開始有個反彈 但你記得 你溝這一柱 你6元拿了 你之前沒有止蝕 你就知道很痛 所以我覺得 你這位置 我都可以少住溝 放置5%給自己止蝕 4.9元溝的話 萬一 他52周低位4.84元 如果你穿4.7元 算了 狠先劈掉 因為你溝的話 萬一他再溝下去 你的坑就越來越深了 我寧願你先止蝕 等下次適合良機的時候再想 是 多謝 1357下星期出業職 可以怎樣部署 其實這隻1357好像都近低位 1357就是這隻尾土 本身之前都差不多12元 我覺得好像不止12元 10多元這隻股份 現在變了2元 當然之前他就… 你這樣鞋吧 我以為你是有自由的 曾經 也有很多客戶都中了 是 真的 其實之前他都有收購一些遊戲公司的股權 看看今次的業績能否反映到 因為其實他都想變的 其實美圖之前變成是 做一些社交平台 可能那些 那些煤會唱歌 拍直播 有做這些轉型的 是 看看轉型今次的業績能否幫到手 能否令大家眼前有一亮或轉機 當然你說 業績當然我覺得有少少期望 但我不會先用行動來支持這期望 我寧願出業績 看看甚麼環境 因為現在你講2元 你講前十多元 所以駁的空間還很多 如果安全 我寧願出業績 真的OK了 你到的時 我寧願高追 好過馬利 不知怎算 沒錯 今天謝謝Jason 剛才我們說的股份 即是立即申報了 所以有甚麼人不明白 就看看前面 今天謝謝Jason 下次再見 拜拜